太陽花了 以前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也是女工 第一次來台 碰到工廠倒閉 卻也遇見一生的真愛 但是先生背負的龐大債務 逼得他喘不過氣 重新站起的他 總是為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3月23 我在台灣 你好嗎 有愛的地方就是家 黃麗珊的故事